哈尔科夫电视塔被俄军击中倒塌泽连斯基发声 据路透社消息当地时间4月22日 俄军导弹对乌克兰哈尔科夫进行打击时 击中了一座高240米的电视塔 该塔随后断裂并倒塌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他已经将此事通报美国总统拜登 并称俄军此举试图限制哈尔科夫的通讯 带有恐吓意图 俄方早些时候表示 俄军进行此次打击的目的 在于破坏塔上设置的防空通讯天线